胡打虎 对面是带地斧的九利层吧 那这个阵容算是被克了 风隙还没一速 上来想把九利层封杀了 但是因为他的野兽不是自己补的 他是其他人给补的 我们这边九利层有马的情况下 还派过对面的化身和地斧 我没有觉得特别有意思 明明知道都有九利层 而且都知道九利层很暴力 但是反而所有人都变了曼珠 就是所有的辅助 反而选择变曼珠 女儿生够怒了给了个金青 天地加上 再拉一个金刚 这样的话是有三个辅助状态 回合结束就只剩两个 开天抬一个 再抬一个 再离皮苍穹 这样一回合能亲两个宝宝 这轻松节奏相当舒服吗 比他武装还快 我不知道 那你要 那你要问圣王哥的老板 我不知道 但应该不会每个号都这么贵吧 其实 你看现在最大杀四方的这个门派 但可能它是所有的号里面最便宜的 因为这个号 首先你不需要 那个专用神器 因为你也刷不出来 实际上你只要 你只能买到那些非专用的 高商的装备 然后 你不需要搞那些很多地厅 甚至你的宝宝最好是什么 雪宝宝 站的久一点 能给你刷鼓舞 因为现在我感觉啊 除了那些特别孤品的之外 其他 你人物的装备 特别像九离城的装备 我觉得是不如那些宝宝值钱的 你一个地厅就很多很多钱 像九离城身上 不会带太多地厅的 也没必要带嘛 可能还是九离城比较便宜 你像女儿武装化身上 肯定还是要背好多地厅的 平时出都是他们出的 然后辅助的话 你要追求一些装备上的 额外的词条 比如说什么封印命中啊 抗风啊这种 再配合特技那就很贵了 但是九离城的话 他可以不追求特技 他只要把那个词条拉满就可以 比如穿刺或暴击 有这个属性就行 别的不要都行 白板 但这个数值要高 感觉上装备还便宜 现在开场 四回合一直在冲刺 没停下来过 压着对面 让对面 这个恢复不过来 因为一旦让对面恢复过来了 这边就要被点了 地府 魔仪 要点杀九离城了 那可能宙师也便宜吧 咱宙师现在都不怎么上场 真的上的很少 我看珠宝哥不怎么上 这是点地府 点地府 一般神木还是要跟一下 比较好的 尽管地府法防比较高 给点面子 这样的话没点掉 送了管路是很亏的 然后现在倒地问题不大 暂时不会被延长 只是进攻上面会受阻 给他恢复过来 因为阵容本身是吃亏的 他这个阵容相对好点 而且他女儿城天生就有益素 也不好抢 所以尽量还是要 多多保持九离城身上的 这个天地状态 好 再留个放下 你们猜上把他点死了 还没放下 他也给了天地 但是被震死了 本来也是想搞这一套 一回合可以清两个宝 但是因为他没把九离城的血量抬上去 导致被震死了 冲的都很凶啊 这边女儿生放过精青 武装放过乾坤挪移 现在有怒的只有他地府 和化身这两个点 地府的话怒是最多的 刚才吃了一套点杀没死 我靠有花没封上 把地府给削了 不让他罗汉 水清宝地府 还阳他 一方面可以省药 一方面加九离城伤害 因为我们这边是没地府的 所以他可以随便还阳 这边两个衣服抬起来一个 感觉只能用慢的宝布拉 可以忽视吧 他怀扬几乎就跟没有副作用一样 最好还是用慢的宝布拉 快的宝布拉的话不好 因为我们这边的单位 普遍都比对面地府快 他可以点着尸体挂小死亡呢 如果是女儿生人拉的话 对面女儿生封武装也很难受 所以武装出宠 让慢的宝布来拉九离城出手 会更好 加个流云 几乎 对面 起来 咱们 后来 现在 有点 念 对面 对面 太凶了 嗯 这宝宝很有可能有反征 我跟你说 不是 为什么 哦 他应该是站着的 应该是站着的 他神器还在 我是怎么血条不见了 可能神佑了刚刚 岁月风化生 点着挪移 嗯 宝宝没压师啊 我们这边宝宝最慢应该是有一个压师的 那可以 这样的话对面没点死 这波可以的啊 哎 他化身确实是我和慈贝拉的 那这波岁月化身相当相当的漂亮 我现在突然想到为什么了 他高速可能是化身点拉的 然后低速宝宝再拉 化身点拉的话呢 把他岁月了 当然九离城也可以压他 低速的话呢 有善恶再压师 这样他的九离城没能出手的情况下 宝宝压不死人 这样的话没点死 还是挺赚的 而且还浪费了他武装一个乾坤挪移 刚刚是女儿怒木挪移的吧 女儿怒木挪移的 相当于两个人的操作都没操作 怒还放掉了 他拉坤棚女儿就可以针 道理是一样的 哎 武装比女儿快了 我靠 武龙未开 因为也不知道会不会神佑 如果神佑是最好 那就武龙未开 如果没神佑的话 反而宝宝大不了 罚战也不亏 反正这样对面不仅亏进去个点杀 还亏进去个坤棚 更亏了 速怎么那么乱啊 为什么我们这边的武装比女儿村快了呀 然后我们这边的九离比他武装还快 不是 他武装还是变曼珠的呀 然后我们这边的九离比他武装快 这都什么速度 啊 算了算了 他也他也他也省两 可能九离城这个门派啊 清宝宝清的太快了 所以显得神又多 这吧 还是两技能 但是头上有怒笑的情况下是可以 选择出手的 对面是尝试顶真怪小死亡吧 他既然选择了 碎玉武装 就是不想让天地 直接三荒啊 因为有怒笑嘛 清风王爷保出手 还养啊 那是防下回合的了 我看了看这个速度 下回合还真不好防 神魔灵开始取秒推面伤了 下回合就要接一个风卷了 回合结束会多一层风灵变四层风灵 我也不知道哪个故事 这回合要么封他 封他九离城吧 化身给九离城活一把 对面这把肯定会水星或梯虎保 梯虎应该在CD啊 肯定会保自己的地府的 挂小死亡 所以就封九离 然后再活一下九离 他速度不够吧 速度不够的啊 这个天地 刚才武装就比女儿快了 这女儿人开武装 让武装出手有点不对吧 我就希望他宝宝强拉的单位没有 但他可能会拿化身强拉 孩子有点拉 孩子有点拉 感觉对面执行了一波点杀 自己 恢复压力很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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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们也可以考虑用网页版 问题不大的 这个 但是如果是手机上的话 用网页版看就不是很方便了 电脑上是可以上网页版 别中无魂啊 别出满天啊 怪了 估计没带满天 对面 就是呀 试图局 面的 唐踏射 咱会 主要是你九厘城能叠出一把满天就已经比力量套高的多的多的多 你就带个五件满天套就不要紧 干嘛非得带两个力量套呢 没必要的 化身也带了挪移 哎呦游戏体验直差 这九厘城 哦金青啊 我还以为他化身带了挪移 那金青这个感觉效果就差了点啊 那把他武装笑一笑就行了 因为九厘城现在身上有两个正面状态啊 严格说来是三个 反正回合结束的时候就是两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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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突然不打九离城 十九转还阳阳阳 那没有还早 小死亡没挂出来 这把对面是点神木的 魔神之刃的伤害 这样头上有个灯 而且对面女儿撑 主要是小死亡没中 小死亡没中的话 捕刀也没什么必要 再笑一下武装的挪移 现在开始叠了第一层人心 好 对 我说 对对面武装 慢 对面武装 他连任了两个娃娃鱼 破掉了金刚护法 再破掉了天地藤兽 这样小死亡挂过来了 但是我们这边好像速度加的比较牢 可以逆境 应该会光速逆境的 不会停留一回合 看这个情况的话 应该是化身来逆境 为什么又有速度了 那没事了 针一下就好了 刚拉拉马就有速度了 那对面也拉马了 那这样速度对面应该也回来了 轻这个四季宝宝 尝试给四季宝宝射魂 针阳令旗都上不了 你还想 射魂 这老血多是有点多的 但是 这因为血太多了 这化身也不带我回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还不过 这种东西 那边 这种东西 还不过 那边 连顶两个大金再给一个活血 我怀疑啊 真阳令旗上不了是不是尺子 其实也加不了的 他虽然丢了尺子但可能并没有 受到伤害增加的效果 我怀疑啊 就按照这个逻辑来讲 你既然没法加笛子 没法加尊阳 那凭什么可以丢尺呢 他没道理啊 这把九历城是两个技能的 好像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干 只能两下封印二人 他们想不到变化座 你放心吧 我对他们的指挥的智商 有很明确的了解 他们想不到的 尽管打开技能列表里面 的确有这么个技能 两个大死亡都撞 就是九历城他不是带套装会有三剑变身术和三三剑变化咒吗 就是九历城他不是带套装会有三剑变身术和三三剑变化咒吗 而变化咒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额外的效果 是你的包裂 是你的技能列表里会出现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叫变化咒 可以给敌方使用 可以在战斗中降低对方的防御 直到战斗结束 多少呢 大概几十点防御吧 我说几十点防御呢 你们可能觉得好像没多少 但如果说多了5%的穿刺 你会不会觉得就很厉害了 百分之五可能多一点 百分之二吧 百分之三吧 你这就面板防御怎么这三千多差不多吧 几十点防御估计也就是个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穿刺 可以对某一个目标 比如说你觉得对面哪个单位经常打 但是他防御又比较高 你想降他防御的 给他用一下变化咒就好了 又要挪一 哎呦直接笑礼 怒目被笑了 那对面武装力阵地府力阵 化身 化身拉的九离层 他九转拉然后化身也拉了一手 化身也立正 今天上个盾 收到上盾啊 中秋节的时候啊 我去 我去了一下绍兴剑湖 祭奋了一下我猴哥 作为绍兴剑湖的粉丝嘛 我来到了绍兴的剑湖 当时还下雨我撑了一把魂元伞 我就不信有比有比有比我更绍兴剑湖粉丝了 我都到绍兴剑湖去了 那么接下来压力就留给了钓鱼岛的粉丝了 这个四季宝宝差了一丝血 没死现在慢慢慢慢回过来了 靠打别人吸 九离层啊差不多该糊了 再不糊的话要三点零元的糊了 或者他干脆就攒着在后面开战神宝典 就这个时候22回合刚好是两个技能的时候就要想一想 要不要这样操作 我感觉还要再笑一把他武装 这种怒来的太快了 是又笑了一把 怕他再给怒木 给神木也上了个天地 我以为点的天地 谁这把可以给九离层这个 我怕九离层被震死 当然如果点的人打就没事了 这个这个是个 人开地府去还阳啊 宝宝也不处定和还阳 开了个话语歌谣 这把因为已经有怒笑了 所以可以选择 一府开天 跟个力屁苍穹 清一个单位 那我觉得是吧 是不是可以考虑 选一个脆皮单位点一点 要一百多 如果他是满怒状态下被笑的话 哦 这个女儿孙还有多笑12点 我没想到这个多笑12点 差这样的吧 如果你是满怒状态下被笑 他确实点了点了地府 那么你还剩八十点怒对吧 然后八十点怒加上塔24 这样的话是一百零四点 一百零四点武装经脉再回一点 然后他如果学了新浪的那个经脉 没有点血少的时候回血的那个经脉的话 那他的怒其实就还够的 还是够怒怒怒怒 就即使被笑 第二回合只要有塔还能怒怒怒 但是如果女儿孙的神器算上去再多扣12点 那这个就很难讲了 这把三个技能可以选择再压他的地府 我记得我们这边的九离城是不是比较 比较 哦没有 刚刚那回合好像是他先扔的娃娃鱼在 再出手 现在没速度了 怎么说呢 现在创期都没啥用了 勉勉强强的那种状态 还是163实在 这个也是大家一点一点改改观过来的 我记得刚出灵士套装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剑步如飞 只有三弓的一些用的是163 结果现在感觉像人均163 不知道温魔幻精灵 比较化身快的 能在他地府出手之前把他弄死吗 弄死就能救自己一命 他应该不会强拉地府去点杀吧 怪了他这样感觉有点可能点挂小索王 那他给武装任务魂干什么 他要点挂小索王 拖制了 不装死了 莫名其妙武装死了 好 直接死了哈 没死 直接死了还行 不然还要吃个小死亡 对面没点酒地虫点了女儿生 女儿生是还没出过163 我操 刚说还没出过163 一下都没出死了 哎呦那这只能硬着头皮逆境了 但是这个操作看上去很像酒离城拉逆境 对面有可能会封酒离城不让出宝宝的 真的很像酒离城逆 酒离城还是开场宝宝吗 给了个天地 还好没逆 逆了血亏 继续点地服 让他延不出来 出了个163 那这样他还是能延出来 继续挂小死亡点杀 还好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他下回合肯定会拿宝宝强拉自己地服吧 他怕万一又一套继续给他压死了呢 这样的话常常一个封印 我想想啊 武装一个封印 宝宝一个宝宝一个化成可以腻 这样够啊 刚好死了 这个的话主要是因为他还养起来了 然后现在服战这些人为了 怎么说呢 为了为了应对地听吧 必须要把法防堆高 真的没有办法 扔俩无魂 继续压他 好 清新咒不到 然后宝宝可以 然后宝宝应该会强拉 但是宝宝强拉起来 他就吃不到清新咒了 这还没解掉 怎么他没强拉地服啊 这没道理的 肯定要强拉地服啊 他强拉起来 不代表一定能延出去 但是他不强拉这个操作就很奇怪了 是的 按理说是应该要强拉的 炎神木啊 还好小死王没中 炎神木啊 还好小死王没中 比尔森这是隐功啊 这个就不是隐功了 这个就拉出来一个普通的宝宝 带了个隐身套 好 Obrig 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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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封都没中 好像把血量给堆的比较高 看这个样子 把隐功先清了 这种一般是高速攻地停 但是我发现对面的速度普遍比较慢 如果刚好我们这边的九离城 加在对面的化身和他的九离城之间 那反而好办 他活上去也不怕 九离城可以把他打死 但是我们这边九离城比较化身快 他反而可以点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边九离城 去少一个东西破碎无双 我记得紫禁城的好像是有的 他女儿生可以给 可以给九离城怒目 然后九离城去破碎 这样的话拿到这个物理素就很舒服 好快 好快 继续欢迎啊 拿花瘋化身 啊 這是個簽署 啟湖寶的是九離城 但是這樣他還是出不了手的 這樣拉起來也沒用 還是要被毒死的 但是他這個還養本質上是可以提高傷害的 提高造成的傷害 在這裡 有些人可以拿到他的手 然後再加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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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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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又送了个炸死了 我们撞了这么多下也没中了 哎呦 驱鬼的 三个技能 最后临走之前打一波 然后等杨护 好 嗯 哇这个时候应该强拉比较好吧 这个时候着实没必要加先例了 还是强拉比较好 感觉 当然我现在是有点蛮后炮 但就刚刚那个局面的情况下 帮我给他去凉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有消 Assistance 是怎样颊到 最好的 我觉得一切合部 很衡适 也是 因为现在是有 Conference 无侬的 能不能碰到 现在开始 还好洋户没找拉 现在再拉洋户能接俩 防止女儿村喝酒死航 补了个效力 前面究竟有人问过了 不知道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女儿村拉洋户 然后武装的这个洋户宝宝就可以拉九黎 但九黎村这不又是只有两个技能 坏了洋户没拉出来洋户没拉出来的话 还行武装宝宝是平坎上去的 这次看阵容你看对面是这个阵容你觉得打不动 你对面如果是换一个阵容 比如是大唐蛇木的国标 哎那就不一样了 其实跟阵容还是有很大关系 这个打完啊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我 我前两天去绍兴剑湖 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去绍兴剑湖了吗 那边逛了一下 突然扶制心灵 我想到了一个能克制 就是对现在很流行的对面这个阵容的一套很不错的阵容 而且不仅可以克他还可以克另一个很强的阵容 一会儿打完了跟你们说一下 打完再跟你们说啊 我跟他们说 我从来不跟他们说 这有什么好说的 对 在此 打扶了 在家打着 啃 跟男ometer 去 持续到战斗结束 但是有次数限制 女儿试着磁行了一下 不用指挥配不上这硬件 公屏上的各位 你们去对面打 你们只要稍微有点脑子 你们也打得过 这打不过的话 对面就可以退出指挥圈了 女儿武装地斧化身单九丽 这个这种打没地斧的 这个九丽神木212 那说明什么 你想说说明什么呢 说明紫禁城菜吗 但是紫禁城说 算了 他们的这个说法争议太大 我就不说了 反正 他有他的说法 我有我的感觉 作为解说来说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你可以提出别的想法 我可以提出别的 等散開吧 这个操作可以学习一下 我看很多人是喜欢先封银二刃在魔神四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操作完全应该反过来 因为如果你封银二刃那一下就被证死的话 你的魔神四法是出不来的 但是你魔神四法先出来 这是百分百能出来 不会被证死 然后再接封银二刃 那么下把即使被证死 你再下回合的那个魔神四法还在 是不亏的 我觉得这个 好像我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指挥 都是先封银再魔神四法 因为这个应该是要学习一下 嗯 九离城是不缺伤害 但是它是因为还阳的次数太多了 一样的你不还阳它一直站着的话 它的神器的也是加伤害 伤害结果 你让它神器叠满了也扛不住 而且你有物理医术肯定还是要压的 就我不知道珍宝盒的九离城有没有破碎 如果有破碎的话 真的女儿村怒目九离去破碎会很好 能够大大的提高自己作为一个物理医术的效果 因为你直接压制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地斧 大死亡撞了那么多次也没撞到过 一次都没撞到过我们这边 你撞到过就还好 你还能压制一下 没撞到那没办法 你只能让他这样一直出手 这拦不住的 我先倒杯水 有什么願意 我先倒杯水 那我们先倒杯水 但是我们现在的牛肉 有没有马尔中 感应的 哎呦我来了 Okay, here we go. Okay, here we go. Okay, here we go. 1 1 1 2 1 4 4 4 還是沒中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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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他刚才话语歌谣前面已经触发过两次 这应该是第三次 强冲了强冲 其实前面也想找机会强冲 但是压制不住九离城 一直能出所 我今天看到梦幻是由官方论坛 还有人在说 十月份大概能不能把天地同寿和九离城 这个东西 给和谐的 他觉得这个太无解了 然后下面的评论统一都是 你觉得强你怎么不玩 就这种奇妙的逻辑 我平行的论想想看确实有点厉害 但这个套路又不是九离城时代才有的 其实一直有 你像施陀啊什么的门派 花果山啊都能玩 又不是只有九离城才能玩 准备 七尿一个拉人孩子 但是他久了一下拿到速度了 没有速度更不好打 我不确定是不是鬼的 有可能九厘城带了风卷残云 专注于青宝宝的物理一般都会带风卷残云的 还好 活了一下 不然九厘城又要被震死 这伤害也太猛了 怀扬了六次好像 我可以把这一块移进去 就会把这一块移增 继续变成了 一块移增 我来说 一块移增 又是南京浅 这一块移增 我来说 你这块移增 我看不清楚 Henri真的有心 有心 不一定有心 就是 是 我不會有心 我要 我會拿到 不同人 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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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还不是阳护的 5% 但是可能不是伤害而是伤害结果 5% 但是可能是伤害了 5% 但是可能是伤害了 5% 但是伤害了 5% 但是伤害了 回程出自首就 恢复压力就非常大 你可以这么理解 提高伤害可以帮助你破防 当你的防御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当你的防御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伤害低到一定程度的话 破不了防 你提高伤害结果是没有用的 而当你伤害高了以后才能破防 那那个时候再去提伤害结果更划算 大概是这样 全部的 可能也太急了 打开了 有点子 或者会发生的 就算了 好 我刚刚看到新闻 安徽合肥地方地震 我是在想为什么我刚刚坐在楼上晃晃 有点晃 开了一眼手机还真地震 我刚才在想不会是哪里地震 我刚才在想不会是哪里地震 有啊 我刚刚在电脑桌前 我都感觉椅子和桌子都在晃 我还以为是我在抖腿 后来发现不对 这个频率给我抖腿抖得还厉害 算了 算了 怎么说呢 大死亡呢是可以加速进程 但是这个阵容本身是不太好打 不过话要说回来 如果我们这边大死亡前面能中几个的话 就可以突破这个阵容的压制打他了 一旦他中了大死亡之后 是有机会能拉地震去冲一下的 因为他 他整体抗性其实也没那么高 他整体抗性其实也没那么高 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碰到打那种单酒梨 那就会发就会发现一个点 你在亲人家隐身宝宝的时候 很难亲 你几乎只能靠自己的宝宝来亲 因为你的孩子 如果是鬼魂的归宿 那肯定是无几栋孩子 只有高速的那种才是 但是如果你是高速的话呢 你这个孩子肯定会飞得很快 因为抗性差 人家单酒梨想亲你一个高速孩子 还是很好亲的 所以感觉不是很好处理 所以就是没有地府的话呢 这个没没进攻的主动性就差了一些 有地府有主动性 我跟你们说 国标打4差1还可以加 现在的国标 碰到女儿武装地府 化身单酒梨的这个 4差1都不太好打了 以前都觉得国标打4差1好打 自从4差1的这个1变成9离城以后 不太一样了 给人的感觉 变得奇怪了起来 这个地霆超快啊 好像我们这边速度普遍都偏快我发现 几乎所有都是快一些的 因为我们这边九离城的速度比他的 就比他的就很多时候能比他的武装都快 可能属性上切的太快了 整体放慢一点抗性稍微高一些 当然抗性高一些不是关键 关键是要把九离城的速度压下来 压的比对面的化身和地府慢 但是快过他就九离就可以了 这样才能一直压着 否则他一直强拉 那跟没有物理速度一样 封三个都快能拉你已经 但如果化身这把拉尼新的话 化身就是个尸体了 他女儿从什么时候开了个修罗咒 我没注意 好花的操作 带了怒目 带了修罗咒 这个修罗咒 我之前是不是也说 我说这个东西可以 一定程度上可以克制一下九离城 为什么说一定程度而不是百分百呢 他大不了不三荒呗 他用太阅两个衣服开天 借了一匹苍穹 就不用三荒吧 也不是不行 化身怎么超多的 其实没区别 推爆了 推爆了还可以 但是对面又来了个青石烙印 魔神之刃那且死 魔神之刃可以增加暴击倍率的 正常情况下 他爆了应该是八千 但是用魔神之刃的话 爆了就是一万二 扛不住 这种魔神之刃的 这样就血亏 化身刚刚把人心断掉 死了 这样的话人心又没有又要重新叠 刚刚那回合推拿自己血亏感觉 这伤害我表示他妈我抓鬼都打不了这么高伤害 我们去有一个174级的久离城刷人我遇到过 反正他刷任务也打不了这么高伤 好了结束了 现在我可以说了 我想到的那个操作 不仅可以有效的克制女儿武装地府化身单9离的这个4差1 还可以克制方寸武装地府化身单人生娃娃武装的那个4差1 这是什么阵容呢 其实关键不在于阵容而在于门派 有一个门派我觉得是可以很有效的克制这两个玩法的 那个门派叫施陀里 啊 啊